台湾在以前有一句俗话说 青年创造时代 时代考验青年 可见青年是社会的中间力量 为了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 以创新创意开创事业 2017年9月9号 桃园市国际青年商会 特别在桃园市武林高中演艺厅 举办一场结合创新创意跟创业的青年论坛 邀请博克莱文化事业公司总经理谢曾焕 台大政治系教授李希坤 还有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局长陈家俊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 吸引很多年轻人前来参加 桃园市国际青商会会长陈伯中表示 今天的青年论坛 希望让年轻人一起交流 还可以扩展很多人脉关系 是难得的社会学习机会 让我们桃园地区的所有年轻人 有积极扩展人脉 以及让大家认识什么是青商会 那也可以包含到说 如何创新创业以及创造新的价值 2017年桃园市青年论坛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结合创新思维 以创意思想创业打天下 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局长陈嘉峻说 青年朋友应该要善用政府资源 桃园市政府也会积极为青年创业开路 给年轻一代更多的帮助跟支持 陈嘉峻局长也肯定桃园国际青商会 为公共事务付出的努力跟贡献 我相信借由青商会办理这么好的活动 能够引领桃园的青年朋友 积极正向的改变 青年事务局乐观其成 也希望桃园国际青年商会 能够再接再厉 能够带领桃园十个青商会 一起来服务人群训练自己 在青年论坛的演讲当中 网络名嘴台大政治系教授李希坤 还举办新书签名会 李希坤教授上台致时强调 台湾的产业要走向成功 不能单纯只是帮人代工制造 必须要有创新跟创意的想法 才会转型开创市场 幽默风趣的李教授 也用许多有趣的例子 解答大家的问题 跟年轻朋友亲切交流 博赫来文化事业公司的总经理谢曾焕 也上台说明自己的创业过程 大方分享自己成功创业的经验 许多人都说 从青年论坛的活动当中 获得很大的收获跟启示 对创造这边是非常有激发力的 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还有自由的人 自由的灵魂 在对创造这一块是非常有 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我们人的这个观念 有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常常会觉得台湾 是比较处于被动的状态 那教授这边鼓励积极我们作为主动创造 我想可以为台湾带来一些新的希望跟机会 举办2017年桃园市青年论坛的国际青年商会 结合桃园地区的热血青年为地方公共事务积极出力 经常举办各种公益活动 未来也会持续服务整个大桃园地区 会长陈伯中表示 将来会号召更多的年轻朋友加入 打造桃园市成为一个温馨幸福的快乐希望城市 记者陈文旭 林嘉宏 桃园报道 好啊